城鎮打感覺起來至少好球率比較高 而且控制場面能力好像也做得比較好 結果打擊的黃浩然是遭到了三陣 最近只要負責投一局的話都並不一樣給 而且的確真的是不囉嗦 他的一些直球跟滑球都完全放在外角 他的直球本來就非常有速度 再加上達到滑球 下均跟橫移的一個速度也都蠻快的 大家輪回到第四輪的第一棒 原本應該輪到謝宣任的 這時候也更換的這個代打 友葉祖軒 上來做打擊 球隊不管哪一個環節 有一些比較低潮 當然也是其他的替補選手的一個機會 大家就看看各評本事 反正一個球隊超有人表現好 對球隊都是正面 這球打成一個三右肩 友記手接到之後 穩住腳步傳一雷 球露出來了 Safe 這時候是讓葉祖軒攻戰上的一冷 這球當然也有一些難度 加上葉祖軒衝刺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帶你這個球來看的話 街道球其實真的移動了滿長的一段距離 最後是轉身在投球過程當中 距離是穿著稍微穿短了一點 所以基本上是 還是給了一個安打 而且床上這顆球 是用大腿直接給他擋下來的 但以彈跳來講的話 對一連手來講 其實最後那個彈跳 平常也不太容易掌握 因為畢竟他是彈的比較高的位置 這次安打 也僅僅是今天南民國團隊的第六隻安打而已 而且今天的安打都沒有串聯在一起 都比較分散 接下來輪到郭修緯 郭修緯今天呢 三次的打擊裡頭有一隻安打 現在是一出局一賽的人 那李居關最近被定位這種 在他面只要負責投一局 感覺好像變了一個人一樣 只有這個球打成一個反彈球 投手接到之後 先傳二雷再回頭過來 Safe 直接封殺了 一雷往二雷跑的跑者 但現在有11分領先的兄弟 其實只要穩穩地抓出局數 對郭修緯的殺傷力就很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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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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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就生緣家裡的動作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說 以這種一雷手要接種一彈球的樣子 你要有一點往前延伸去撈的感覺 去撈 不是用側邊這樣接就對了 對 因為你這樣的一個反應的時間 非常太慢 因為一雷手本來接種一彈球的時候 其實你要有一點去計算跟規劃 它球最後彈跳的一個位置是會在哪邊 當然延伸處於接也節省時間 那是一定的 而且延伸其實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原則上它比較能夠控制彈跳 不要彈得太高 也就是它在前面接的時候 它能夠縮短彈跳的一個距離 除非剛剛這顆球 它可能是很早就落地 如果是很早就落地的話 原則上它判斷的時間比較長的話 或許它就可以不用做這種 所謂延伸出去接球的一個動作 所以一雷手來講 原則上它還是得判斷了 彈跳的位置跟彈跳的點 來做你是不是要延伸 或是要後退來做接球 現在打起的是郭英文 這一球打成一個左半邊的飛球 左愛手追過去落在界外 打得還滿遠的 現在左外野手呢是郭婧宇 所以剛剛若是黃世豪他是一種 所謂你把身體延伸出去做接球 掌握彈跳的一個能力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看他手就是收進來 要接球的一個點 的確是比較小一點 對 他變手套朝上這樣的方式 而且如果是用去撈的這個方法 或許會比較有一點機會 球出現在是偷手的隱先 跑者呢在葉蕾上兩人出局 這一球 葉蕾手撲過去沒有接到 闖了過去形成安打 葉蕾上跑者這時候 直接的攻占到了三壘 這球雖然黃世豪撲下去了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擋住郭婧宇的 強勁安打 哇 那就差大概 單個手套左右的距離 但前提還是要說 郭婧宇這個球真的是打得還滿強的 所以郭婧宇 這兩掌的一個擊球內容來看的話 其實 就打劫來講 真的不用考慮說是不是打第一球 如果是真的自己設定的球路 乾脆的做揮棒的話 其實應該是比較符合郭婉 原本的一個擊球風格 現在輪到林志平 在街場比賽有第一次的上場打擊 這球148公里 先來了一個好球 一對一對一的一個交易 一對一對一的一個交易 事實上到底划不划算等等 其實有時候也 確實不是短時間就 就來做一個論定 然後論斷 其實都要稍微再看長一點 最重要以國內的環境不大 就是球員能夠換一個球隊之後 有發揮的舞台 其實大家應該也都是 即便是原本的支持 應該也都會很高興 這其實才是最重要 那當然其實就最近 理居外的一個好表現 我想當然過去的一些聲音 原則上就會稍微有點降低了 當然選手 所以很現實 選手就是這樣 選手當有負面的聲音起來 你本來就是要用你手上的球 或者你手上的棒子 把這種聲音給它降低 選手能做的事情 差不多也就只有這樣 沒錯 結果搭著這個球是 輝空遭到的三振 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藍明哥還是2比13落後 MING PAO CANADA临